你说我闺女真是多灾多难 你说这这这有怪病怎么就不生在我身上呢呀 行了 你别跟着添乱了 我到网上查去 看哪个医院专门治这个糖尿病 对 我怕你们都别太紧张了 梁医生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对 你上次说你受八九症癌症 结果呢不是虚情一场吗 是不是 就是嘛 行 谁别安慰我了 我知道这回可能狼真的来了 妈 你千万别着急 这个病属于慢性病 你只要能坚持服药 合理地调节好饮食 那这个病发展是会很慢的 我以前就采访过好几例糖尿病患者 那他们控制得很好 这十多年了人都没事 就是嘛 别往心里去 这不是什么大事 回头真到那一步了 咱换个肾呗 不是 我跟你们说呀 现在肾源可挺紧张的 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得尿毒症的 家里把房子也卖了给他换肾 结果呢 在医院里排了三年 都没得到肾源 这 咱 这还用等啊 妈 您儿子俩肾 多一个也是多着 回头 云给你一个 一乐儿 这是妈的好儿子 是我王喜珍的儿 但是儿啊 妈活得差不多了 妈不能要你的肾 还年轻呢 那就用我的肾嘛 你别看妈老了 妈身体绑着呢 妈 你看您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您的肾我不能用 怎么不能 真的到时候 谁的肾我都不能用 我不能因为我一个 苦了全家人 没那么严重 妈 是吧 你别让她想那么多 妈 您干嘛呢 师姐 你 妈 师姐 你 老公 老公 你妈要真得了尿毒症 你真要把自己的肾 全给她一个 要是真找不着肾渊 就只能用我的了 那我总不能看着我妈 你看 你看那又小女人了不是 我妈病情还远没到那一步呢 那再说了 我又不是干体力活的 少一个善也没什么 回不了你 你别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 小满 就算是你要用我的肾 别说肾 就说全肾的任何一个灵驾 我都毫不练习 好了 不担心了 还没到哪一步呢 这只是最坏的打算 咱说了 现在这个医疗技术发展这么快 没错还能找到 还能找到 解决的方案 老公 如果你妈到时候真的需要换肾 你又必须捐给她的话 那我在这之前 一定会为你生开孩子的 一定会为你生开孩子的 慢点啊 嗯 行 那别扶着我了 没事 你下婚 下班了 下班了 又胖了你 怎么老瞎逗 王老师 老叔 你们去哪儿啊 那个 我领许珍稀 看病复查一下去 王老师 您身体怎么样啊 我得这病就是慢性病 死不了呀 也好不了 瞧你说的 又黄丑任你这 新买的毛巾被啊 不是 咱们单位的老孙 不是刚结婚吗 这是居委会给买的 表示点心意 老孙结婚了 哎 老孙说了 不能老了没个伴儿 他子女们也不反对老孙再婚 说是就当给老孙找了个保姆 子女也省点心 不是 她子女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她的亲妈尸骨未寒呢 说这话 她妈在九泉之下 我跟说都寒心呢 现在的孩子们 都忙着自己的工作 看问题呢也比较现实 咱们单位像老孙这种情况的 老刘 老徐 不都再娶了吗 不是 老徐跟老刘都一把年纪了 他们还能再再婚 那得找什么样的呀 都是乡下四十多岁的女人 哎 听她们说啊 这乡下女人哪 身体好 勤快 对生活的要求嘛也不高 又比她们小这个十来岁 能够照顾她们到老 省心 不是 你相信女人 找那个比她们大十几岁的老男人 她们乐意呀 那当然也不是白嫁了 你像老孙这样呢 那个工龄长 退休工资高 维持两个人生活那是没问题了 那不是还有套房子吗 将来她们走在前头 这后娶的媳妇 不是还能捡套房子吗 哎 不说了 我还得去老孙家呢 那我先走了啊 哎 哎 走了 我脸上长花了 你脸上没花 就把你心里长花 你说什么呢你啊 听不明白 算我白说 哎 你慢点走 你等等我 女士儿 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呀 现在病情挺稳定的 控制好呢 能活挺多年呢 放心吧 女士儿 哎 你有话说你别这么看着 我 我发毛啊 老叔 哎 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你说 哎 我的病我清楚 反正我知道我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哎呀 人家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说你怎么又呢 你听我把话说完 如果我走了 你真的打算一个人 孤孤零零的走完下半辈子 哎呀 你说你这人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 刚才说了你怎么又很 你听我跟你说啊 如果我走了 你身边没有人照顾你 我也不安心呢 哎呀 季季 你想的太远了 不远 老叔啊 今天呢 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行 行 坐下说 说吧 我让你说 我 我说什么 我是说呀 如果 万一我走了 你真的打算像老孙一样 找一个比我年轻的乡下女人 或者你真的打算去找你牵挂多年的表妹 你说出来 我真的我绝对不生气 那我今天也告诉你 咱们俩结婚三十多年了 那这份感情用其他的感情能带得了吗 啊 再说现在你又得了这个病 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给你治 想那么多干吗 啊 我清楚我心里我都清楚 但是老叔啊 那个我想过了 那我 还有你父母 还有我父母 肯定走在你前边 一乐已经结婚了 现在又买了新房 早早晚晚得从家里搬出去 得过自己快快乐乐的小日子 你看你一个人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如果我走了 你身边也没有一个女人陪着你伴着你 真的我走了 我不安心 喜真儿啊 你替我想的太周到了 我 哎 哎 那真到了那一步 你就续个弦吧 哎 夫人 喜真儿啊 咱们哪还是先看病啊 啊 将来的事将来得说嘛 书前进 我这还没死呢 你就想续弦 啊 不是啊 我我没续弦哪 不是你告诉我说 你走之后 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我就是是你 你就没进入考验 狐狸尾巴你就露出来了 啊 什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不是狐狸尾巴是什么 不是你啊 不是你啊 我去的弦都怪成我了啊 啊 我让你干什么你 不让你死你死吗 我死什么死啊 我就我没病我死什么死 试探我干什么呀 啊 怎么试探我了还真还 千金哪 你可真是的 啊 你太没脑子了 你这是没事找事啊 还抓个狮子 放在脑皮上 让他爬 你说你跟喜真 又来几十年的夫妻了 他那脑皮你不知道啊 他能同意你续贤 哎呀 别说他呀 不喝就讲话 我跟你爸妈两个 都不同意你有人想法 我没说续贤的话 是喜真说的 你傻呀 人都在套里面 啊 你要是真的说 我不去 我特别坚决 他不就放心了吗 你可得好 你看你还说 那将来的事情 那将来再说吧 你这么个人连可 这不是吗 你会不会说话呀 你呀 说 哎 我说儿子 你是不是真有那个想法啊 好不好 别哭了 别伤心了好不好 贤进这孩子啊 平常看着老实巴交的 你这会儿动起这个歪心思 上回误诊 说喜真得了癌症 前进对他可是百般照顾啊 这回喜真真的得了这个 不好的病 前进就打起小算盘了 不会 不是那上回 那上回那事不是来得太突然了吗 他还没来得及想呢 那这回 这回他慢慢的他回过神来了 再加上我们单位 有几个死了老婆的老头 又重新许钱了 所以他就 他就活到心思了 那就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连自己的孩子都靠不住 更别说仗子 我是真心希望喜真能好起来 你说 将来啊 你就说 将来如果他真需要换肾 那我就去做配型去 我就做配型 如果配型成功的话 那我就把我的肾给他用 那话说回来了 要是我走他前面 他不是也得续闲啊 那现在他走我前面了 我就不能有个伴啊 前进 你 你可不能这样想啊 喜真跟着你受了不少的苦 即便他走在前面 你也不能再续闲 爸 你看啊 你跟我妈都是长寿的人 我估计我呀 还有几十年要过 是不是啊 你说到时候你们全都走了 一乐呢也搬出这个家 过自己小日子去了 这一个家就我一个人守着 你说到时候万一哪天我病了 我身边连一个 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 到时候我咋办 儿子 妈跟你说啊 就说我跟你爸 这一辈子我跟你说 我这么跟你说 也有相当不如意的地方 不能跟你们讲啊 知道吗 可是我们 这不也都过来了 小妈 伊勒 对你非常孝顺 将来你不愁 没人伺候你 儿子 我告诉你 人哪 不能太自私了 行了 爸 妈 你们别用我担心了 真的 我知道 收钱进心里打的算盘呢 那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没事了 我没事了 真的 来 给妈 不用妈 没事 我真的没事了 我没事了 你真的没事了 你真的没事了 没事了 你跟你刚才怎么说话呢 老婆大人 今天怎么想起是她工作了 没有 我正好在附近采访 肚子饿了 我想回来看看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怎么 你不欢迎我啊 哪能啊 随时欢迎太后老国爷微服司法 嗯 这是本餐馆新做的这个菜品 嗯 请太后老国爷品鉴 好 我先尝一个煎饺吧 嗯 嗯 芹菜馅的 嗯 尝尝这个 嗯 嗯 不错 我还想不想这个 这是什么呀 蛋花拌点虾仁 白中带点红 嗯 小乐子 你这厨艺真有进步 嗯 可这都到饭点了 怎么上座率不高呀 营业一个月了 一直这样不温不火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你上班白工作压力就大 这生意上的事吧 你又帮不上什么忙 干嘛还跟着我着急上活呀 哼 老公咱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压力就应该一块分担 那是什么原因 你分析过没有 分析了 吃过咱们家菜的人嘛 都说咱家菜味道好 嗯 而且呢 这个有特点 嗯 但这周边吧全是写字楼 这上班族吧 本来生活节奏就快 吃的全是那种 经济实惠的 这个方便快捷的盒饭 咱家也不做盒饭 而且咱家菜品的价钱呢 偏高 商务宴请呢 咱们家档次又偏低 现在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这怎么办呀 我现在正想着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咱们家的经营定位 你先吃吧 妈 妈 妈 小麦也在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爸呢 这微服私房 我还带扎堆的 来来来快坐下 这依乐刚刚出了新菜 来你快尝尝 不是我呀 辛苦吃了 我找依乐呢 想跟她说点事 既然小麦也在呢 我就跟你们俩一块说 我还省事了呢 来来依乐快坐那 什么事啊这是 不是这样啊 以后每一月呢 你们给我们的生活费 嗯 还有就是过节过年 给我们的这个红包新衣什么的 全都交到我手上 不要给你们爸爸了 给您跟给爸不都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能一样呢 哎呀你们俩 不是你们俩就没有觉得 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 你爸就越来越抠了吗 没觉得吗 真的 我我现在就在想啊 他是想存点私房钱 等我走了以后呢 重新再找一个 所以你们现在是给他钱吧 他舍不得花他得存着 妈您看您想哪儿去了 我爸哪儿那样的人呢 对妈您一定是误会罢了 有个预言故事 就是那个偷斧头的人 您一定听过吧 我您现在吧怎么看吧 都像那个偷斧头的人 其实这都是心理作用 不是心理作用 怎么是心理作用呢 你 你爸这人自私自利了一辈子 再加上我们俩这婚姻呢 又是包办婚姻 感情基础特别不好 真的 现在他呀 弄不好是想着 巴不得我这病是发展越快越好 刚好再娶个新人 妈您看您多想了 都想哪儿去了 爸不是那样的人 更不会有那样的心思 您看他 他是什么心思 我现在比你们清楚 你 你们现在给他钱 你们你们以为是孝敬他 你们是在替他那个新人留着呢 真的你们要是想让我多活几天的话 你们 就不要再给你爸钱了知道吗 喂 我在公司 没事就我一人你说吧 是吗 你没看错 绝对没错 不过 你听我说 我不方便跟进去 你还是在这家医院找个熟人 好好问问我 嗯 好 我知道了 你先撤吧 别让艾雨发现 好 林小姐 我也姓林 咱们也算是有缘分 这是我昨天刚买的表 就当是个见面礼 送你了 尚太太 对不起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们医院有规定 不能把病人的资料 泄露给别人的 我现在还只是医院的 一名实习护士 如果这件事情 要是被别人知道的话 我的工作可能就没了 我不需要你拿任何东西出来 我只需要 你帮我拍一张他病历的照片 在我指定的时间 寄到我指定的地址 接着一张两万块钱的购物卡 全是几个大商场都通用 快过年了 给家里吃饭点年货吧 是你了 吓了回家 想什么呢 那么入水 刚刚临饭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晚上会亲自下厨 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让我晚上一定要回家吃饭 你这个婆婆大人 现在怎么变得那么贤乎呀 我也觉得奇怪 你说会不会是一场门宴呢 他之前处心积虑地要害你 现在又要请你吃饭 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奇怪 不会又要陷害你什么的吧 就是 我也想不出来嘛 但是我总有一种不想的预感 算了 你先别担心了 冰来酱挡 水来吐烟 你又没做错什么 对吧 我对我这个大学同学太了解了 他才不会平凡无故地请我吃饭呢 自从他上次涉及陷害我 我就知道了 他不把我赶出上家 是不会罢休的 好吃吗 好吃 这是我第一次做西餐 我后不到 不许笑话我 第一次做啊 第一次做的就好 有五星期饭店的水水 不简单 你这是心灵手巧啊 心灵手巧有什么用啊 做女人 最重要的是 能为心爱的男人传宗接代 来来来来 吃饭咱们就不要提的 过去不开心的事 来 举杯 来 我们谢谢阿芳 为我们做的牛排啊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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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不客气 多吃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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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公司寄来的 没什么 嗯 你们这小两口神神秘秘地看什么呢 让我们也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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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我 这是医院病例啊 碍玉 你有不孕症 我的孩子没了 我们还指着你和阿伟 生个健康漂亮的宝宝呢 给我看 有谁接来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接来的 这病例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了 这一定是 有人故意在挑拨我们 做的假的 这是谁呀这么无聊 伪造这种病例挑拨你们 不管这病例是谁寄来的 我问你啊 你是真的不能生了吗 这怎么可能呢爸爸 我这么年轻 也这么健康 怎么可能不能生孩子呢 那你跟阿伟结婚一年多了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 喂 这种不能生育 心机又这么重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把她娶回来 干什么用 我看 有人在我上次跟你说的 你赶紧跟 爸爸现在 这个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这个东西是谁寄来的 都还不知道呢 对啊 这一定是个阴谋 有人故意 对对对 对啊我们 我们不能上当啊 以这种方式 寄来这种东西的人 肯定是不会好意的 就是就是郑国 你想阿伟 以前有那么多女朋友 我看啊 这病例 肯定是她哪个前女友 伪造出来挑拨她们的 是啊 寄这份病例的人 肯定是在挑拨啊 但这份病例 她绝对不是伪造的 那么爱远 过两天 过两天啊 陪你到医院里面 去做一个彻底检查 这事情不是真相大白的吗 好吧 哎呦这上什么医院啊 这也太伤害雨面子了 不行 这必须要把她弄清楚啊 上次你流产的事情 我已经没跟她计较了 她要是真的不能生育的话 你就没有资格做我们上家的媳妇 爸爸 你今儿已经知道 这病例肯定是有人不还好意 故意在挑拨利剑 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呢 爱远 你是怎么样一个女人 我很清楚吧 你问问你自己 你是真心爱我们家阿伟吗 你是心甘情愿嫁到我们家里面来吗 爸 从你嫁到我们家里之后 我心想好 如果你能够安分手起 当个好媳妇的话 我让你享受我们上下的财富 无所谓 可是没想到 你居然教授阿伟来设计阿芳 还让她流了惨 你把我们家搞得是无言将其 爸爸 我知道我现在给您解释什么 您都听不进去 可是请你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其中的疑点吧 也许 也许您最信任的人 在这里身边最可怕的人 那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哭你阿芳 爸爸爸爸 爸爸 现在咱们不要因为这个难理不明的病理 把话说得这么一决好不好 好好好都不要吵了 你呀 你也是老脑筋 好吧 就算是爱与不能生 那他跟阿伟还可以领养一个 现在这种国外的情形很多呢 我也是国外 我是中国人 我就要我自己的孙子 我就阿伟这么一个独身子 万一断了后 我这意外的财产 谁来继承呢 阿伟 明天 明天我跟您要谈生意啊 后天 后天我们陪着他到医院里面去做检查 如果检查出来他不能生育的话 那对不起啊 你就必须要跟他离婚 否则 你也别做我儿子 爸爸 就算你不顾及我的脸面 那那也不顾及阿伟的自作心吗 爸爸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婚姻这些事情你让我自己做主可以吗 你别生气了 你看你公公 你那人啊脾气就这样 我相信你 你怎么能不能生呢 但是你看事情闹成这样 不如 我明天陪你去医院 我们做个检查 省得让你公公疑神疑鬼的 谢谢妈 不 你真的不能怀孕啊 我一直都没好意思告诉别人 都只是在悄悄地治疗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书轮管针脸 是非常常见的不孕症 不难治的 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 还没怀上 可你婆婆手上怎么会有你的病历呢 谁知道呢 临方神通广大着呢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计较 这个病历到底是怎么泄露的 我一定要先把眼前的难关度过再说 小曼 这个忙你必须得帮我 可是医生开甲证明 这是违法的 我知道 可我只是用来应付一下我的公婆 不做其他用途 你跟李医生那么熟 你去求他 他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这个忙我 我真的帮不了 为什么 李医生是德高望正的老专家 他绝对不会违反自己的医德 为你开甲证明的 别说是他了 连我都不好意思去求他 这也违反我的职业道德 小曼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这个街舞眼上 你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你知不知道 如果正是我有不认证 我的回应就完了 艾雨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真的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请李医生 再给你做一次全面的检查 你那个专科医院的检查不一定准 再说了 你万一真的是得了输卵管占联 这也是一个可以治疗的病 通过治疗是可以达到康复的 可是也像我不能冒一丝一毫的风险 你知不知道 只要正是我有不育症 根本等不到我治好 也运不着林峰山峰点火 我那个姑姑就会逼着阿伟跟我离婚的 小妈 你去求求李医生吧 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更不会对整个社会有任何危害啊 可是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职业原则 我跟李医生都不会违反自己的职业原则 什么说 你无论如何都不肯帮我 你让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林峰赶出上家了 没你想得那么糟 如果尚未知就因为你得了这个病啊 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我算是开心你这个朋友了 你现在什么都好 根本就不用管我的死活了 多安 安宇 你要去哪儿啊 我劳你这个大记者操心 省着又伤害了你的职业道德 我可以画你的职业 要不想识吗 不想识了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 你还在生爸爸和林芳的气吗 不是生他们的气 是生你的气 你竟然看着我被林芳逼迫 却不能保护我 亲爱的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冤枉我了 你也看到了我刚才在爸爸面前 已经极力地反击了 爸爸他根本就不听我说话 在林芳那个女人的挑拨之下 现在爸爸认定了你是一个 心狠说话的坏女人 她想解释这件事情比我和你离婚 不过 我们不用担心的 你不可能不能怀孕的 对吧 如果明天检查结果出来 我真的不能怀孕 你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不会有这种万一的 你会跟我离婚吗 会跟我离婚吗 行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想不到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经过了这么多困难 经过了这么多困难 本来都越来越好了 我依然有可能成为你的亲戚 亲爱的 不可能的 你这么年轻 这么健康 不可能不能怀孕的 就算 就算检查的结果真的会有问题 我保证 三年之内不会和你离婚好吗 三年 那三年以后呢 这三年里 我会找最好的专家给你治病 国内治不好咱们就去美国 美国治不好我就带你去欧洲 总之我会尽力 直到把你的病治好位置 至于三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想得那么长远呢 谢谢你的三年 老实说 如果你对我的感情 能听得起三年的考验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走 走 找到了吧 走吧 爱女士 你只是有点小颜质 问题不大 给你干什么 给你开点药吧 医生 您的意思是说我 我没有不孕症吗 谁说你有不孕症了 你只是盆腔有点小炎症 吃点消炎药就可以了 医生 你确认它不是因为 输卵管沾黏导致的不孕吗 你再质疑我的专业水准吗 我再说一次 它除了一点小炎症 身体一切都正常 爸爸你靠着了吗 我咱们家寄病例的人 心潮多大多 连病例都是伪造的 你看 我就说吧 那个病例肯定是阿伟的前女友 故意挑事 你还不信 我跟你说啊 艾宇虽然是咱们儿媳 可是也是我好朋友 这件事你真的错怪她了 你要认错 我不用你说 我不认啊 艾宇啊 既然你都解释清楚啊 查清楚了 那就皆大欢喜了吧 是吧 那前两天 爸说法真的是有点过 爸给你赔不是你 别往心里去 别生爸的气啊 爸 你别这么说 我怎么会生您的气呢 我要真生气的话 我就正中那个 调善人的下桓呀 对对对 是的 爸 好 好 没事 没事 医生啊 那你看 为什么他身体这么健康 他们小两口结婚都一年多了 就是要不上孩子呢 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和夫妻双方的身体状况 同繁的时机 还有自然的怀孕几率都有关系 本来一对夫妻 就算在适合受孕的时候同繁 能受孕的可能性 也只有四分之一 如果女方是后卫子宫 男方身体状况不好 精子活跃度不高 都会进一步降低怀孕的几率 就算了 适合了 喜是 你找我 我就在隔壁策划部 所以没接电话 直接过来了 怎么 什么事 你不生我气了 生什么气啊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这两天真的挺关心你的 你后来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去了 走 出去说 好